那現在我們在尋求在一些教育單位場域裡面也能夠進去 所以我們跟一些學校合作 然後也辦了一些教育的Hack Song 希望透過學生跟老師的一些合作 幫我們重新定位這個產品接下來的一個發展 那在上個月我們也找了當紅的動畫YouTuber 他傳編老師 那現場也做了一半直播 那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體驗交流 能夠把這樣的一個工具呢 能夠更快速的擴散到我們一個領域裡面去 那接下來明年我們會把這個開成是一系列的一個帶狀的一個節目 那在每一年呢 我們這2013年開始 每一年都會辦一次的動畫競賽 那每一年大概都會有幾百件的作品 那每一個故事後面都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故事 那在今年大概是在六月份的時候結束 那我們有一個平台呢 他收集了這些發表的作品 當然你以為我們產品還是可以去發表你的一些創作概念 那這裡面呢有一些比較溫馨的故事 就是有一個在歐洲好像是義大利的一個爸爸 他寫下來跟我們說 他帶著他的五歲的小兒子 然後用我們的產品呢 從零到有構建的一個幾秒鐘的動畫 那個動畫的作品非常的簡單 但是非常有溫度 那這是我們另外的產品呢 叫Knowledge 就是取那個Knowledge跟Knowledge的一個合音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這個產品呢 可以讓設計師可以快速整合他的一些靈感 然後做快速的一個設計 這是來自於西班牙的一個藝術家 他用他的我們這個產品呢 去構思他在做大型創作之前的所有元素的一些規劃 包括顏色 包括素材 包括美材 還有在他上面的一些附屈等等 那這些 這是他的一個作品的一個發展圖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這邊去定義他的顏色 包括他上面元素的一些布置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作品呢 其實開發這些作品其實有很有趣的地方之下 就是說我們可以聽到這些不同的設計師 他所提供出來的最原整的一個idea 那當然我們這些產品項目 有三個主要產品線 我們有跟2C的 有2B的 B2B2C的 那包括我們現在這個行動服務的簽署 這個工具呢 也跟一些像快遞啊 或是金融業等等的一些公司 做一些合作 那從這些使用者的一些回饋 讓我們得到更多的啟發 那這是我們今年的那個冬午節 華龍舟 在包含是華龍舟 莊子說路上行舟啊 不可能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創業的路很辛苦 那一定會有收穫 那希望我們應該在明年1月有 有更好的一個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地精采 而且真的是我覺得 真的很辛苦 因為已經就是一轉眼 一轉眼就好多年就這樣過去了 不過非常開心我們台南 然後有這樣子在地 然後又能夠就是密切的 跟所有的公司合作的夥伴 OK 所以我們接下來呢 下一位 就是剛剛David 聽說你要把你的400秒 捐出來給Andrew 是不是 來Andrew麻煩你 等一下就照著這個 David的這20張 其實一起來PK 有一個很棒的事情 就是讓完全錯誤的人 去講那個投影片 OK 哇你今天是有兩個雙打 是不是 哇 OK 好太棒了 OK 所以讓我們歡迎David 哇這是我們PK史上最年 喔沒有 你沒辦法超越 因為上個月我們有一個 幾個月的 好像兩個月大的 我們上個月有一個 抱在這裡一邊講的 不過他應該是最美的啦 對你是最美的 OK 這是我女兒菲 你還不能計算了 OK 抱歉 跟大家說嗨 你要下去 再見 爸爸 你跟我一起 好 陪我 站在我旁邊我比較不緊張